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 刀劍石域熱血徵戰 上一次基本上的話 跨年活動的時候有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這邊有一個新的新年卡池 就是我們這邊的游擊歐跟同仁的裝備卡 然後後來是終於出我們的角色了喔 這邊的裝備卡也會變成愛麗絲跟亞絲娜的喔 裝備卡這幾張不知道到底厲不厲害 大家如果有錯的話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目前來說是有新的角色 是我們這邊的杖亂的陰傑同仁 &強陣宇之鴻的亞絲娜喔 那兩隻都是我們武士風格的 那這一次基本上我們全新Boss的話 也是我們武士怪欸 所以待會可以來打一下 然後兩隻好像都是我們的火屬性的是不是嘛 來看一下 對 兩隻都是火屬性的 然後同仁這邊好像比較偏法術角色的樣子 然後亞絲娜是那個... 就是劍技這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缺我們火屬的角色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來試個抽抽看 那你們有沒有抽呢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是覺得這個亞絲娜的造型 確實都還滿不錯的 我其實滿喜歡武士感覺的東西的啦 好不好 那... 好啦 那這邊的話我們也... 一時一時試試手氣 1500抽給他抽下去看看好了 如果有中就有中 阿沒中就算了好不好 反正我們目前來說還在努力的存石頭 我是希望可以等到米特啦 但是感覺好像不太會出米特的感覺耶 因為他現在就是愛麗絲跟尤吉歐 還有同仁跟亞絲娜在不斷的做衣裝的變換 也不知道之後會出什麼東西好不好 來 10抽四手氣 沒中就算了 來 來 噢呦 Yes Show time 有沒有機會中什麼好東西 青眼惡魔開砍 我記得就是同仁這邊劍如果亮黃色的話 好像也是可以打到一些不錯的東西 這邊的話基本上是4萬多喔 好像就還好 好像就不會有什麼高卡 應該是SR啦喔 除非他有就是切換成亞絲娜 看起來沒有 23萬直接GG 這樣應該是爆不出什麼好東西 應該是金色的喔 好 直接SKIP給他跳過 好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新年運勢好不好 什麼東西都沒有喔 什麼東西都沒有喔 對 這邊都是SR卡比較多 好 那沒有關係就這樣 因為這遊戲基本上我覺得他送的也還算是大方啦 所以不是SSR的部分的話 我好像也不會有什麼興趣 這邊的話愛麗絲感覺是 長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記得這遊戲好像是那個 同一個角色好像你可以就是放不同的衣裝上去的吧 好像是可以這樣 所以就不用擔心就是那個衣裝的問題了喔 好 那這邊順便來看一下我們這一次全新的這個BOSS 是我們的 武士BOSS 狂亂的這個什麼 兇刃蛇丸 兇蛇武士 我們來打打看 看一下究竟厲不厲害 這邊還沒打過喔 那這個模式的話應該又是那個就是要打那個分數的之類的 所以這款遊戲其實他的玩法就相較於就是比較簡單一點點 他就是玩一個就是那個什麼 打分數啊然後拿東西啊然後之類的這樣子 就比較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一個複雜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用一下愛麗絲跟同人的這個隊伍 直接走起 然後這邊看一下這隻全新的BOSS 他有一些那個 攻擊的一些姿態跟一些東西吧 上升那隻聖誕老人士真的還挺麻煩的 尤其是他中間好像就是誕生那個丟禮物環節 喔 那個真的滿討厭的 來了 斬斬斬 他斬我們的時候 他會先跳走喔 他會先跳走然後再揮 欸 看起來是這樣的 他變成紅色模式了 我們直接把他給打掉 畢竟那是初階關卡這應該還好 武士歹 但是他最高階的話應該就真的滿難的啦 然後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有什麼60秒挑戰的 這個愛麗絲應該是完全沒問題 唉唷唉唷 有60秒內挑戰 那應該又可以再拿一些寶石了 舒舒服服 14秒通關太好了 後面就沒辦法這樣子了 然後現在好像又有一個通行證的 好像是同仁的吧 他們好像又有那個什麼VIP角色 因為剛剛又顯示了這邊這個 應該是又有新角色什麼之類的 有 這次是同仁的這個戰鬥票卡 然後一樣會有一個新的同仁 那你如果真的很想要搞自己角色的強度的話呢 那應該是買通行證會比較划算一點 因為通行證可以直接讓一隻角色到達就是那個滿星啊 但不知道那個滿星的角色跟我們自己用抽的角色 這樣滿星哪一個會比較厲害就是了 到時候可能就可以再看一下 或是大家怎麼想擺可以分享一下給大家知道喔 那這一次的這個武士方面的話 因為 我自己個人的話火屬性隊伍 因為有愛麗絲啦 所以我自己好像也 不一定一定要抽就是了 他好像就會先往後跳 對 他會往後跳 然後再斬 好 我們切換Switch 對 他 他的攻勢好像都是會先 往後跳一下 然後再斬擊這樣子 對 看起來是這樣 往後跳一下 然後再斬擊這樣子 這是這隻BOSS的這個 一個滿酷炫的一個點 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我覺得這遊戲的這個BOSS戰都還滿有趣的 就是他每一次的這個 打法跟抓法 就是你都要再去習慣一下這些BOSS的一些那個 他的攻擊的這個姿態 看起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真的滿好的 就是目前來說還沒有看到任何一隻BOSS的 就是那個打法是差不多的這樣子 就是每一個都有一點點的那個 自己的那個什麼 每一個都有一點點自己的那個 東西嗎 就是該去如何 擋招啊 拆招啊 然後順招 然後直接跑過去的那些東西 都有一些那個 他的那個就是小巧虛在裡面 就還滿不錯的 然後如果你之後真的要 就是打出滿高的一些分數的話 你就真的必須就是要去 掌握一下他的一些招式 比如說像他都會往就是後跳嘛 後跳之後的話我們可能就是 先順然後再 先順身然後再 先 過去砍他然後再往旁邊順吧 大概是要這樣子 他的前置動作好像都長這個樣子 就是他前面都會有一個前搖的動作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這隻BOSS的這個登場的畫面 因為我們剛剛都沒讓他看到 來了 迷宮區戰鬥區 來啦 他們都會有那個 他們都會有動畫 很重要的戰鬥 當然是知道了 阿里斯 對嗎 大家的力量都合適 敗北也沒有 我們才的實力 我們才的實力 對手就是他了 超帥的武士刀 我們真的很喜歡武士系列的東西 我們先衝過去砍 然後他會後搖 對他會後搖然後我們跟過去 然後順身往旁邊閃 然後再切個switch切換之類的 你看有沒有 他都會先順身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switch他 你看他都會先拉開距離 有沒有 這隻BOSS的這個階段就是他都會先拉開距離 所以我們可以先這個樣子 然後換隻角色 然後再從旁邊過去這樣 這隻BOSS真的蠻特別的 順 然後switch 有沒有看到他都會順 然後往旁邊閃 他是拔刀斬啊 蠻帥的真的 好順過去 往旁邊閃 又要來了 往旁邊閃 愛麗絲這邊真的是蠻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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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誇張一點點 他可以就是 他可以就是 拉超遠的一個地方 哇 但是這隻說真的要把他打到就是那個 破盾還蠻難的 來了 我們要先過去了 先斬擊 這隻就是我們的這個 手指抽筋環節 哇 到底還沒辦法打到他那個 第一條那個紅色階耶 有點可惜 啊 大招 這應該要60秒以內打贏的話 應該蠻難的 再斬 然後又是我們這個 加倍時間 玩時間不夠啊 哦來了 tap 好 拜託了 nice 手好痠哦 哈哈哈 但這隻的話 我覺得相較於 因為他的體型是比較少的 所以比就是 前面兩隻boss 還要再好解決一點點 就是那個 骨骸那隻跟我們就是聖誕老人哦 那這隻的話基本上就是 你要記得他了 就是動作會有一個就是那個後搖 反正就是 他後搖的時候 你角色就切進去往前捅他 那捅完之後再順身 應該就沒問題了 但是如果你要 改到就是我們 要打到我們就是那個60秒的話呢 可能就看大家要如何去打了 可能你的裝備那些也要有所提高之類的哦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基本上最近大概這邊更新的就是這些東西啊 就是我們這個 武士的這個衣裝 但哲平基本上今天有先抽了一下 但是是沒有抽到 比較可惜 那大家有沒有抽到我們這個武士同仁 或是我們的武士雅詩那呢 如果有的話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覺得好不好用 如果好用的話 我們可以再去考慮一下 但是我現在還是比較想要先純實等米特這樣子哦 好那最近的話 我們這個刀劍神域更新的就是這些東西 你們有沒有覺得哪一些地方是 你們覺得非常有興趣的地方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然後武士有沒有一些更好的打法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囉 那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